对于这个课程的设计 我们希望大家既能掌握相应的知识 同时呢又能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 完成一个具体demo的开发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回顾一下整个课程所设计的所有的知识点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了converse这个html5新引进的标签 那么在html层面converse就是一个普通的标签 我们在写下它的时候通常会给它附上一个ID 以供javascript随后对它进行引用 那么在javascript的层面 如果想使用converse进行绘制 通常需要三步 第一步是通过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方式 把这个converse变量拿到 第二步是通过converse的getcontact 这个方法获取一个上下文的绘图环境 我们在这个系列课程里呢 主要研究的是2D的环境 最后我们可以使用context的暴露给我们的各种接口进行具体的绘制 具体的我们研究了context的move to lie to的方法来绘制直线的路径 同时呢也学习了arc的方法来绘制一段弧或者一个圆形的路径 之后我们又使用了begin path和close path的方法 来重新开始一段路径或者结束当前路径 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begin path和close path 各自有各自的用法 它们不一定是成对出现的 同时我们还学习了converse的绘图呢 是一个根据当前的状态进行绘制的过程 那么我们学习了line with stroke style还有fill style这些状态 同时我们可以使用stroke来具体的对线进行绘制 使用fill对一个填充的色块进行绘制 我们在制作案例的过程中 还学到了context.clear rect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对当前画布上的一个指定的矩形区域 进行一次刷新的操作 同时我们还知道context有一个converse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可以找到这个上下文绘图环境所对应的那块画布 从而调用这块画布的其余的属性 相较于context而言 converse这块画布本身暴露给我们的接口就简单很多 主要就是我们能设置这块画布的大小 同时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getcontext的方法 拿到这个上下文绘图环境 我们在倒计时效果这个具体的案例的制作过程中 也学习了一种使用converse绘制动画的基本方法 就是使用javascript中的setinterval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个函数中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间隔 并且设置一个和这个时间间隔相应的匿名函数 进行执行 那么通常对于一个动画来说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所要执行的内容包括一次渲染和一次对底层数据的update修正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所学习到的所有的知识点 当然了 无论是对于画部converse而言还是对于动画而言 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领域都有更多丰富的接口 丰富的技术 丰富的技巧 以及可以扩展实现的绚丽效果供我们去进一步的讨论探讨 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后续将逐渐的带大家慢慢的深入converse的世界 不知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大家随时提给我 也欢迎大家一起期待我们的converse系列课程的下一课 谢谢大家